在科技业无薪价逐渐扩散的同时 马英九总统今天到竹科 向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等 二十几家企业高层请益 有部分企业建议政府修改劳机法 让工时的计算可以更有弹性 像是在不景气的时候可以减少工时 等到忘记再用加班的方法来打平 马总统当场指示劳委会跟经济部研究 找出一个劳资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做法 无薪价持续延伤 马总统南下竹科拜会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 两人密会后 马总统带领相关部会 与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等企业代表座谈 并信心喊话 三年前一开始就有416家申请 人数高达18万人 现在是12家2801人 所以当然情况是比较不同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 我们希望老委会能够贯彻 就是如果企业基本上还有盈利的话 要避免采取这个方式 企业大佬也提出租税优惠等五项提案 其中中美契金董事长卢明光认为 为了避免休无薪价建议比照德国企业 采用公时祭典的办法 不景气时减少正常公时祭典 景气恢复时以加班的方式还给员工 而有大光电董事长李坤耀 也希望修改劳基法 扩大弹性公时取消上下班打卡制度 来因应淡忘记的人力需求 劳基法里面规定 每个公司员工上下班都要出切勤的记录 出勤跟切勤都要记录 我们现在的员工根本不签到不打卡 我哪有记录 这样叫做法 我们发现了这个是联系法 经常很多县市的劳工局 每个月要回来查 我们的感觉有点把企业当成提款机 借钱也会缴利息 那现在借的是一般上班时间 将来还一定是要加班还 那一定是要加班的工资给予 那这个就可以解决了 针对无薪假 企业界提出修改劳基法 放宽两周八十四小时的工时规范 总工时以一年来计算 马总统也才是 劳委会跟经济部与企业来研议 希望能找出劳资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法 记者林姓刘翰林新竹报道 而现在到底有多少劳工修无薪假呢 劳委会说是十二家企业大约两千八百人 但是电资工会的劳工通报系统 却多达二十家公司 超过两万人在修无薪假 这两个数字实在是相差很大 其中还包括了几家知名大厂 但是劳委会对这一份名单的真实性存疑 目前正在一一查证 科技业寒冬又来了 根据劳委会最新数据 目前有十二家企业两千八百零一人 修起无薪假 但电资工会痛批根本不止如此 透过他们的劳工通报系统统计 到目前为止 全台湾已经有二十家企业 二点一五万人修无薪假 或变向无薪修假 电资工会强调接获劳劳工举报的二十家 有光电产业LED太阳能光电 和面板等企业 其中也包括像联电 异光广加等大厂 不过第一时间 劳委会质疑这份名单一一查证中 比如说广调 他们下面讲说这个员工被强迫 这个没有协议 可是事实上我们有收到 他的需求 我们现在正在查证中 对 如果能够确认查证的话 当然我们会跟大家来公布 兵对劳委会的质疑 电资工会强调一切的数据 都是来自于劳工的通报 而劳委会的通报机制 只是被动的等待资方通报 目前的数据只是冰山一角 希望劳委会尽快介入福岛 记者林姓 刘翰林新竹报道